无虎大司马 自称电竞锡金斯 中山球翻带小王子 台球天赋秉义 在2D桌球里思路清奇 经常有神奇操作 我要让你知道 什么叫反物理学 几乎没有任何的角度能切进去 但是我电竞锡金斯 还就要秀一把给你看 没有不可能 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秀 我很好奇 他的操作在现实中能否实现 所以今天让我们来验证一下 今天为了以防万一 我这边也是请到了 一位专业人士来给我们兜兜底 大家好 我是新锐台球学院的教练 我叫王恒 之前是一个职业斯诺克球员 国内的话是职业排名排了45位 我们会还原几个 亚斯马达的场景 看一下他的这些操作在现实里 是否是可以实现的 可以没问题 我们看看这球形 这球一号中带 五金五里 强不强吗 还是大后 还得跑 对哦你看 又薄了 太难了 因为他没有任何的引导 或者是那种参考线 差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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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撤 撤 撤 还是那句话 这要游戏就吸进去 这就是职业选手的威力了 那行了这个挑战OK了 结束了 几乎没有任何的角度能切进去 但是我电竞席金丝 还就要秀一把给你看 违反物理学的一波进球 爱因斯坦可能也知道 也觉得有点神奇 你怎么评价这个 像这种球如果我们实战的话 一般不会这么打 正常的情况下我们也是考虑防守 游戏当中这种贴裤球啊 反而很好进 找那个进球点啊特别好找 他只要打到那个位置 所以很容易撞进去 但实战当中呢 目标球越靠近铺边 进球难度越大 我们要打的话 你得发很大的力去打 别打着球啊 你打着球就不行 你需要 你比如想象的球在这儿 比方是这个位置打着球 对了 看到没 这个有点像 哦 你看到吗 打多了 不行 我们就打不够 对了 不行 哎呦 哎呦 那进了那边 今天这很容易 这是 这太难了 对了 你看到没 哦 有点像 哎 哎 哎呦 哎呦 太像了 哎呦 这个太扯了 那个 哎呦 有那味儿了 哎呦 差一点 可以 基本现在每个儿都差不多 是那意思 差一点 哎 哎 哇 可以啊 这个不算这个 这不算吗 撞击撞进去的 啊 位置上肯定算近啊 啊 算近 对但是跟游戏肯定应该是不一样 它应该是直接跑进去 哎呦 哎呦 给点我人打 物理学的角度来讲的话不太现实 但是我要让你知道什么叫 反物理学 这不算 8号中带 太简单 翻带 在他后面有个后续处理黑球 那你知道我 韩旭波 还有翻带打这 哎 我的意思是下面的中带弹一下 往左边底带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这波随机应变还可以啊 这个这个大数码这个太逗了 咱们再看看 太逗了 你们这姐的搞笑 不会吧 差一点 哈哈哈哈 白球位置差不多 跟他那白球位置差不多啊 那您接下来黑球 黑球的话 这正常应该就打这个中带吧 他说太简单了 然后想翻带 对吧 但您这个球没进去 您这个 对对这翻带我试试吧 看看能不能刚好借一个薄边翻进来 好试一下 看看能做到吗 有差一点 所以他那个翻带其实是可以翻的 他那个可以翻 对对对 他那个没有四号球肯定可以翻 原来真的可以的 我还以为他这么着就是 哈哈哈哈 但他那个太厉害 直接进这个带了 那个那个我很难复制了 那是电脑 对对对 那个复制不了 嗯 这一波的话呢 我们 呃 加了个 加个赛 加个赛 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秀 哈哈哈哈 这个把白就打进去了 对 他等于先打出去 然后白就回来了 这个现实中能实现吗 这是花式 这个其实理论上是能打出来的 这是花式 就一扎杆 一种特殊打法 我这是新台泥 有点舍不对 这个原来是要处在桌子上 对他肯定会容易处这个台泥 一个多少钱 得一千块钱左右 一千块钱 对一张泰尼 哎呦有点那意思 他能回来 但是我没法闭着 没法控制 但是这个桌子就有点 就是我还得控制这个方向 你刚才这个还行 对吧 有那意思 他踏踏了吗 我一转了 而且还得发力 再试几个干嘛 我再试两个看看玉米 这个确实是重机挑战 这个太难了 这天天这么打 这桌 就肯定全是眼 不行 这个打太高了 算了吧 我看这个桌子心疼 行 感谢王老师 今天跟我们算是玩了一玩吧 那您觉得他这些操作 在实战中难度都怎么样 都挺大的 理论上在实战当中 应该都会尽量避免这种选择 成功率很低的 那您觉得通过看他玩的这几项 您觉得他台球经验和水平 就是大概在什么档次 我只是觉得他这个操作 游戏操作挺秀的 挺好玩的 但实战当中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水平 台球有我们自己有一个台球水平分级 一般到了三级 就有一杆青台的能力了 就实战当中 他应该是没到这个 三级就能一杆青台 所以是从一级往三级还是入什么 一级是入门的 最多到六级 六级就是属于半职业了 一般都是二级三级 到四级属于业余高手 围棋上有个概念就是 谁比谁多几段就能让一子 那比如说一个四级的打一个一级二级的 它是能让 我们现在分级也是这样的 就是差一个级别让一个球 那六级打一级就能让五个球 六级到一级差太大了 就不遇不上是吧 对不是上球的问题了 因为你很难有机会上手了 匹配不到 排位差距过大 我现在摆一个我瞎摆的姿势 就是我一般都这么摆 这个问题哪哪都有问题 它姿势分手架握杆站位三个环节 手架的话一般 比如白球 距离白球一长在位置 大概手架太近了 应该是到这个位置来 对对对 然后大拇指和食指并拢 掌心拱起来 就是你要把球杆放在这个位置来 而不是卡了这个关节了 稍微抬高一点 这个肘关节这个位置 要贴着台面 不能悬空 对然后手指尽量打开 对这是手架 握杆正常情况下握住之后 小臂要垂直地面像我这样 这个手腕这个位置要放松 右脚站在球杆正下方 对然后迈左脚 往左前方迈一个肩宽的距离 对然后左脚弯曲就要直立 这样趴下去 对对右脚直立站直了 对站直了 然后趴下去 但是现在整个俯身还不对 这个可能我不能在短时间里把你教会 就没一个地方是对的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如果姿势不对 可能你想打 但是不一定打得到 对对你瞄到那个位置出去之后 可能打的就不是那个位置 行吧 您怎么一开始不跟我说呀 我这都打了这么久了 拍了都 没事没事 开球当中它会运用很多种干法 给大家介绍一些这个最常见的吧 这有几种干法 一种是定杆 打完之后白球不动 白球不动 还有就是高杆 高杆打完之后白球往前跟过去的 这样很容易白球跟进带 低杆就是相反 可以缩回到这个带来 然后再打白球左边和右边 我打白球左边 可能白球会撞着这个15号球 如果是打的白球右边的话 这个就会撞到这三号球 这样会撞到三号球 还有就是 这种操作是方便走位是吧 对就是为了控制白球 按照我们想要的线路来走 然后还有高杆的左赛右赛 分别撞到2号和13号 如果这个球我想让它撞到12号 白球我打完之后可以打低杆的左赛 对 这是中低杆的右赛 利用这些杆法 我们可以在控制力度 就可以来叫位了 一般我们最常见的 有时练走位一种球形 就是这种舌踩 可以把这个球摆 这15颗球摆到台面上 然后按顺序来击打 这样一杆青台 这是练习走位的一种 您打台球是多少年了 我97年开始接受台球的 那个是初三 23年了 对 那您这20多年来 就是有没有什么心得 或者人生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 就是从一个上学学生嘛 从街边的野岸子开始打 一步一步的最后打到职业 中间经历过很多这种瓶颈 其实很多次我都觉得我自己 没有办法再提高了 所以我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呢 就是台球你只要在坚持 还是会一直在进步的 因为我很多次我怀疑我自己 就没有办法打着职业 在北宫大 我其实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水平还很不错 在学校里面我是第一的 但是我去到打比赛 去俱乐部看到很多职业高手 我跟他们比的话 感觉差距太大 他们的青台率特别高 而我可能是偶尔打一根青台 就觉得自己很厉害了 后来发现跟他们这差距的 还没有办法去突破 就没办法够着他们 我就觉得我这辈子 很难打着他们的高度 但其实我经历过来之后 我发现其实还是有机会的 只要你在努力 只要你在坚持 好 那今天非常感谢王航老师 反正这个视频 那虽然我们是以搞笑的形式开场 但是我相信就各行各业真的都是 你真的要做到顶尖 还是要付出很多东西的 台球这个职业也是一样 大家可能看上去打得很轻松 但是也是很困难的 那今天非常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